好 那麼接下來呢 最近其實連續發生了很多的搶案 其中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就是新北市 有一名大富翩翩 即將要臨盆的蔡姓女子 因為染上了毒瘾 沒有錢買毒品 竟然不顧肚子裡的孩子 跑去搶採券行 在短短兩個月之間 他連續搶了六家 而現在年關將近 搶案頻頻發生 除了採券行之外 警方表示 銀樓和銀行 也特別是歹徒蜘餘的目標 穿著黃色羽衣 頭戴安全帽 三十七歲的蔡姓孕婦 先是假裝在挑刮刮樂 在趁著老闆沒注意時 搜刮四十張彩券 隨即逃逸 讓老闆措手不及 其實不只這家 彩券行受害 即將臨盆的蔡姓孕婦 為了買毒品 近兩個月時間 已經連搶六家彩券行 警方尋現追查 終於將他逮捕到案 年關將近搶案頻傳 日前永康街才發生 歹徒在銀行前 商人搶劫的案件 讓警方不敢大意 在銀行模擬搶案發生 女子拿著衝鋒槍 搶奪大筆現金 順利分決警員接獲通報 展開追捕 原警將歹徒制服 場面驚險 警方加強春安防搶演練 因為每逢過年前 銀行和銀樓等場所 最容易成為歹徒技術的目標 警方呼籲在提領大筆款項時 可向警察單位申請護超保護以此安全 在過年前民眾必須要提高警覺 別讓歹徒有機可乘 這也做不到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